下面我们演示一下那个油缸设备那个联机的一个操作流程 首先我们那个看这个正极标志正极线 然后把它接到这个脉冲标识上 红色的脉冲标识 这个一定要拧紧这个你不紧的话容易打火 然后找到这个户籍标识的 这个户籍标识的这个地线接到这个工地工地这个 然后我们这有一个插头连接送司机的这个是实心的 上面这边这个这个连接这个送司机的这是实心的 这个祸口条上这样就可以 另外一个这个六心的遥控盘的这个 还有注意一下咱们这个有一个那个 呃这是一个那个电引壶的一个报警 它在那个汉机后边这个接到后面 电这是电流检测移型号这个是货物送下的 然后另外两个这个有两个水管一个一个红色一个蓝色的这两个是连接咱们那个水箱的 一个进水一个出水这个这个位置可以都可以接这个 明年就可以 好 咱这个水箱这边有一个水流检测移号一个三叉一个一个四个有的这个和水箱后面 这个水箱后面连接的这个是检测那个水流信号的一个 好 这样接上就可以 好 这个汉机接线的话都是三项三项的四项有一个这有一个接地地线 我接上这个地线这个线的平方数一般得六分钟 然后设备接线的话是 设备接线是220的交流220的 然后2.5平方的就够了 然后咱们这个这个插头是那个咱们水箱新环水的一个插头 用的时候直接插到这个图里边就可以了 汉墙是水冷汉墙 这电缆里边有一个那个循环循环水 所以说咱们那个水箱里边一定要加那个冷却水 这个水的话一定要加纯净水 如果说温度零度以下的话一定要堆上酒精 这个这个这个水位一定要在那个上面我们就是上线在上线上就可以 好 这个水位就可以到这个水位 汽缸的有汽缸那个 气动组件 所以说一定要那个接压断工具的管 标准出场一般都是摔石的这个压断工具接头 用摔石的管 接上接上之后 然后看一下这个气表 这个气表要在0.4到0.6之间就可以 在看见之前咱们要接上这个保护器 这个保护器是80的 雅气20%的二氧化碳 这种混合器 接上接头 开关一个空开 上电之后 直接合上电了 然后焊机 看在前面 还有一个 哎 焊机上有一个那个减气功能 在焊机之前可以点开它 然后点开了之后 然后看一下这个 调一下气功量表 这个气功量表 这个这个 图球在15到20之间就可以 然后减完气之后 调完这个流量 咱们可以再把这个减气功能这个关掉 啊 再把这个关掉 这样也正常焊接 汉丝标准直径都是1.2的 啊 可以对一下这个 然后这个压轮 这个压轮显示也1.2的 一定要这个汉丝直径和这个压轮匹配 然后穿过这个导丝管 图上压轮 这样也可以 点灯又可以 按住 按住界面这个点灯松丝这个这个按钮 反正这边就很快就 开始就出来了 这个 行吧 我跟福罗友调的 通界安装安装合制形的用海盘夹住 然后后边尾对挺一下 尾对的那个样 咱尾对调整的话 这个 这个前后移动用手推就可以 然后那个锁住的话 这有一个卡扣 这个是自动自动落下去自动落去档在这儿的 前面那个气缸紧紧空间之后 它会自动锁住 当你那个想着把那个调整的这个量的话 可以往前推一下 然后把这个升起来 然后尾段就可以来回移动调整它的这个形状 咱调整好那个弓箭那个形成 按一下那个顶顶 然后这样就可以调整汗墙的距离 我们调整那个汗墙的距离 先把那个用气缸把汗墙移过来 移过来之后 然后这有一个手动手动调节气候的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说我们可以先先大致的把这个汗缝 把这个方法换好 换好位置 高位置都锁住 当然咱们有一段那个电动调节 手动调节的 都可以微调这种汗坊 然后前后的话 前后用这个 前后左右就可以折着 然后一个汗墙那个轻角 一般一般看中满大块的话 汗墙轻角在零十到十五度一个倾斜 就是往前一个倾斜 高度的话在十五到二十一个干净层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参数界面 我们主界面是这样的 一般是第一 第一个界面这个这个界面是那个咱们参数设置键 等一下看一下空洞参数 空洞参数第一个就是咱那个摆动 设置摆动的时候两边停留的一个时间 这个 这个时间是根据咱们供应来 就是你想摆动的时候让停的时间长一点 可以设置这个时候大一点 然后第二个是 引湖 引湖这个一个停留 就是咱保证那个引湖的时候这个融合的融合处好一点 特别可以把这个时间加长 第三个是收骨时间 如果湖更大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时间加长 第四个是含下角度 一般圆周是三百六十度 然后咱设的三百六十五度 有一个大阶度嘛 然后后边一个是收骨的电流和电压 这个收骨的时候电流电压都比较小一点 田乎更用的 然后后边这个是设置参数的界面 咱第一个就是焊接的速度 就是焊接转速 根据咱工件 然后是换它出来一个焊接速度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摆动 咱摆动的这个幅度是多大 现在是毫米是四毫米 底下一个摆动幅度 就是咱摆动多快 然后下面这个是提升提升高度 就是咱相当于多层多道汉嘛 汉完第一层的时候 第二层往上要提多少 提几个毫米 然后这个第五个这个是电流和电压 第六个电压 咱们就是根据咱们干净工艺来设定这个电流和电压 这也可以随时切换 点一下就随时可以设定了设定好数值 智能数据OK 然后存储 然后存储一下 存储前都会见面 然后咱们更改参数是 然后调用就可以 然后在后面有一个焊接监控画面 焊接监控画面 这个这个是在焊接过程中 可以速度焊接电流电压 可以根据咱们实际的焊接去加去减 这都可以调整 然后在这个界面里面有一个那个系数修正 系数修正 这个是电流和电压一个匹配 当你设置的电流和电压与实际的电路电压不区域的时候 可以从这个用这个系数 去修正把它那个调的可在那个设定的单数是一样的 咱现在就是咱现在咱现在可以就是启动一下 设计一下就是咱们刚才看的转速还有摆动 我们不合咱们那个东西要求 焊接参数都调整好的话 就是小焊接的话 直接把这个调整状态打到焊接 打开 打开焊接 然后直接按启动就可以焊接 对不起 适合